欢迎收看2012年11月1号总编辑时间 我是洪淑芬 日美军演下周登场刚好与十八大撞棋 时间上怎么会如此的凑巧跟敏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将出席亚欧高峰会 但是他不愿与日本首相野田家宴会面 中日关系是冰冻三尺呢还是一触即发 而大陆内部高层面临换届十八大的整体人士 党政均大换血新人士如何布局 大陆新领导人要对上的是刚出炉的美国总统 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样新的发展 今天为您邀请到旺报总编辑王挫中 到节目中深入点评欢迎总编辑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10月30号宣布 将在11月5号到16号在日本的周边海域跟空域 要举行自卫队和美军的日美联合军事演习 其中被外界认定是模拟钓鱼台的日美联合 夺岛演习计划却是正式的被取消了 那么今天的旺报的头版新闻也因为报道说 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太敏感了 因为这期间刚好跟18大召开的时间撞起了 总编辑日美的这场军演是例行性的呢 还是说因为吊岛事件之后才做决定的 那么这个夺岛计划的演习 为什么后来取消了 是不敢强硬的举行 这一次的日美军演其实是例行性的 每年都会有一次 那为什么夺岛计划 原来外界都说这次会有一个夺岛计划的演习 其实模拟的就是某一个国家 其实就是中国 把钓鱼台占领了 然后日本怎么样去把它收复 那这个选择的地点在冲绳的一个入沙岛 冲绳群岛的一个入沙岛 那这次取消当然有两个因素存在 那外界的解读 刚刚看你怎么去解读 第一个就是因为前段时间 冲绳这个美军 驻冲绳的美军 因为这个强暴事件 造成冲绳民众的反感 所以冲绳民众非常不希望军远的范围 在冲绳列岛这个附近 这是一个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这个举动会进一步刺激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觉得每日 针对钓鱼台的事件 有跟中国直接对抗的这种感觉 那这是两个因素 所以日本决定取消了这一次的夺岛计划的演习 好 本来是一个实弹的要夺岛计划 但后来变成电脑的模拟演习 但是我们看到呢 似乎这个大陆方面的态度呢 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因为看到了大陆公船呢 其实已经连续12天 那么在钓鱼台海运呢 执行了巡航的任务 但就在前几天呢 大陆海间船首度的对日本呢 这个日船实施的驱离的措施 好 总编级 本来好像只是在守 只是在巡防的 现在变成好像有一点 主客一位了 对 有点转手围攻了是不是 其实我们觉得 这里就是最近的 这个钓鱼台冲突 非常有意思 日本其实是刻意在降温 而且日本事实上 在寻找一个台阶 让大陆来下这个台阶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 也曾经跟听众朋友分析 目前的这种冲突 其实对野田内阁来讲 他其实是内外交 就是说等于交迫 内部他其实现在 他前一段时间到日本参议院 结果不让他去演讲 然后内部对他的意见是非常多 他民调声望也不高 外部又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压力 让日本的企业对于日本这个 钓鱼台国有化的这个政策 是怨声载道 所以野田招数内外的这个压力 他也感受到 他应该要把这有关 钓鱼台的争议赶快处理 其实外界普遍的认知 就觉得应该野田会刻意的 把这个钓鱼台的这个争议 明确的 因为国有化他收不回来了 那他可能就是说 他事实上会让这个 明确的表达说 这个争议是存在的 那从某一些意义来讲 也让大陆有一个台阶可以下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大陆不是那么简单 就这样子同意了 那刚才主持人也特别提到了 因为大陆现在 包括今天 已经连续12天 继续在钓鱼台海域 派海军船在巡视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从某些意义来讲 也展示大陆方面 对于钓鱼岛主权的这个争议 在这个主权的坚持上 大陆会持续这样子做 那日本也认知到这个情形 因为钓鱼岛 这附近的海域的这个中国的海军船 在巡视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化 那日本过来 他从某一个意义来讲 你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个船 没有常态化在这边 那所以大陆这个政策 还有这种做法 也显示展现 让日本知道 在这个事情上 如果日本不予以妥善的处理的话 那大陆会继续坚持 在这种 特别是透过警察的这种 这种海上警察的这种方式 持续的宣示钓鱼岛的主权 好 日本是希望能够降温 不过看到这个大陆似乎的态度也蛮强硬的 包含在国际的一些场合 好像也不太想要给日本人好脸色看 那么将这个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 4月这个4号到6号呢 即将要出起这个辽国的亚欧高峰会 不过这期间的传出说 温家宝是不会跟日本首相 野田家宴会面的 所以看到这个中日关系真的是 可以说是降到冰点呢 前段时间我们从日本的媒体看到 就估计日本媒体已经间接透露 温家宝不会在这一次的这个亚欧峰会 在辽国举行的亚欧峰会跟野田碰面 当然还没有经过证实 但昨天日本的这个政府 就正式把这个讯息透露 但中国外交部还没有讲 日本政府已经透露 说温家宝总理跟野田首相的这个会面 目前还不成熟 也就是说这个在因为 刁鱼岛事件之后还不成熟 所以他算给自己先一个台阶下吗 我想这个很简单的 现在其实是大陆他不愿意 温家宝总理其实很明确的 他不会再利用这个机会 给日本有机会跟他碰面 因为碰面的话 一定是登对钓鱼岛的问题 你不给我一个妥善的答案 碰面之后 温家宝还要做交代 如果你不给他一个妥善的回应的话 他们基本上这种领导层级的会面 是不会继续进行的 好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大陆内部呢 有关于接下来即将要召开的 就是11月8号的18大了 但是呢在这个18大的前夕呢 我们看到包括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还有监察部 民政部 水利部 文化部等等 十多个国家的部委 面积展开了新一波的人事调整 那么看到这次呢 国务院的大换血 其实它有一点特色 总面积 是不是在学历上很高 而且年纪上比较低 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14大的时候 也就是1992年 这个邓小平确立了这个 要年龄来划分你的职务 也就是说过去啊 这种做到死 做到老 做到死的这种方式 已经在14大之后 已经确立了这个标准 比如你是副总理级的 你是部级的 你副部级的官员 每一个级别的官员 都有一定的这个化界的年龄 你到了这个年龄 就应该退了 除非国家对你有特殊的任用 或者是有特殊的需要 我举个例子来讲 当时的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 唐素贝 他是很晚退的 按照国台办的副主任 相当于副部级官员 他副部级官员 以理论来讲 63岁就应该退了 但是他因为有特殊的任用 因为他长时间那时候 组长海协会 当海协会的秘书长 副会长兼秘书长 所以他长时间的 因为要运作 所以他这个职务继续存在 但是一般来说 一定的年龄 一定的化线 你就要退 到这个年龄 你就一定要退了 大陆在14大 就确立了这个方向 那这几届的 大陆的政府的换届 党的换届 或政府的换届 都贯彻这个精神 贯彻这个方向来走 那在这一次 18大召开之前 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了 政府部门 特别一些副部级的 副部级的官员 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还有一些 国务院的一些相关的部门 副部级的官员 已经开始在动 大概都是50多岁 这些官员大概都是50多岁 那基本上 这种动法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前一波 军事的人士 我们看到四个总部 人士 四个总部的 总参谋长 这相关的这些职务 都已经在调动了 比如今天 今天南京军区的司令员 也确定了 那就是军方的人士 政府的人士 党的人士 已经都在开始 在这段时间动了 都开始在动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特别是最高层的 那应该是在18大之后 这个会议举行之后 他会有一个正式的宣布 我们把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还有相关的 已经入选为中央委员的 这个选举 相关的选举 选出来的人 但是基本上 我们说的 所谓的二线的 目前可以确定的 已经都在开始动了 而且这几天 我们看人事都 陆陆续续公布了 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主持人也特别提到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除了学历之外 年龄非常关键 我们看到大陆 现在有一些 省部级的官员 甚至省部级的官员 他们只有40多岁 40多岁 那很多40多岁的 甚至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将近40 50岁的人 会进入政治局 这是过去几乎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那大陆现在不单纯 在这个年龄化节 严格的贯彻 而且整个干部的年轻化 在透过这一条边的方式 积极的去贯彻 在党 政 军 系统 过去特别是党政系统 已经在14 15 16 17大 陆续去慢慢贯彻了 军方的人士过去整个感觉 还是老化的程度比较高一点 不管是这个中央军委的成员 或者是各大军区的司令员 或者政委 这基本上都是中将上将以上的官员 大概60几岁的普遍非常多 现在慢慢都60岁以下 50几岁的 这些解放军的这个高层将领 都慢慢有这些50几岁的人进去 那从我们这次看到 包括海军司令员 空军司令员 二炮司令员 四大总部的相关的这个成员 都在最近做了变动 而且这些人是未来的中央军委的成员 也可以看出 就是大陆目前在透过 他们这一条边的这个方式 让大陆的这个领导阶层 不管是党 政 军的这个领导阶层 年轻化 学历高 可以因应未来共产党在这种变局的时候 就是说有的挑战的这个本钱 那这种方向 其实也符合未来 那让大陆的这个民众 对于整个政权的这个交替的过程中 年轻化的这个趋势 其实年轻化是任何国家都在喊的 包括台湾一样 但是它真的要贯彻起来 牵涉的利益是非常多了 那大陆在这一次 一条边的方式处理 有一个好处 你到年龄你就下 你不必讲什么 其实台湾没有这样子 没有说几岁可以干什么 国家也没有这样子 也没有这样子 那大陆现在这个 从邓小平确立的这个方向 其实从某些意义来讲 让他在一个这个 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威权民主 威权的这个体制下 或者说专制的民主的这个体制下 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泰换心血 而让更好的人才 进入他的领导阶层 好 我们刚刚谈到 除了国务院之外呢 大换血 其实呢年龄的阶层 大概都是在59岁以下 但其实呢 刚有提到 政治局常委 也是有这样零零上的限制 就是有个七上八下 67岁留任 68岁可能就要换下来退休 那么看到 除了年纪上的一个特色之外 其实就是为了一个 未来的一个接班 所以现在开始 在培养一些年轻人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18大这个政局委员 甚至包括政局常委 到底哪些人上来 我目前不知道 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管道讯息 让我们知道 目前媒体的这种 大多数属于猜测 但是从整个人事的布局 大概可以推销出一些现象 比如现在国家领导人 这个习近平 还有李克强是必然成为 18大的政治局常委 而且成为国家主席 总书记 又成为总理 那在排行第一和第三的 这个职务里头 我们看到这两人都是50多岁 习近平也只有59岁 李克强也只有57岁 他们也就是说 现在新的领导阶层 大部分可能都是60岁上下 不会超过65岁 而可能在这一波 成为政治局常委里头 超过65岁的 他本身的竞争力就弱 他顶多做一届 顶多做一届 他可能下一届要换了 但是过去的惯例来讲 一般来讲政治局常委 你都是要做 政治局常委要做两届的 那肯定就会年龄超高 所以我们普遍的看法 超过65岁以上 你要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机会 是不大的 在这一次 我们看到 因为年轻化是一个趋势 而且我们看到一些政治局委员 现在有很多外界所传的 比如像周强 湖南省委书记 胡春华 这种50出头的人 他们可能未来在两届之后 他们可能会变成第六代的领导人 那这些进入政治局 现在是可以 几乎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未来我们看到共产党的 最高层的这个领导精英 中共的这个最高层的领导精英 可能大概都是60岁上下 上一点或下一点 不会再有看到以前 这65岁或70岁以上的 这个老人的这个政治 在中国大陆这个老人政治经过 十四大之后 已经经过了四次的党代会 基本上未来的这个 所处于 这我们所谓的 五六十岁的这个领导精英 是未来这个中国高层 最高层领导精英的一个 年龄的结构 大概是这样的 好大量的换 比较这个年龄 低年龄的这个年轻人来 进来到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里头 那么看到除了接班之外 会不会说这些比较年轻的人进来 对于政治的路线 有带入一个新的思维 我想就是说我们非常清楚 这个年龄会影响到人的思维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 比较年轻的人 他也许他动力比较十足 他的思想比较多元 他可能会更有不同的想法 也就是说年轻人不是必然的 他是一定会把事情做好 这个不是等同关系的 但是这种方向是他毕竟他的体力比较充足 他的思维比较活跃 这是一个普遍外界的认知 我们知道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我们并不是说老人政治不好 老人政治不一定不好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雷根 这个七十几岁了 当了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这个超级强国的这个领导人 他上任他这个很多政策 他的政绩也是令人这个 这个有口碑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是一定是说老人政治不好 但是在这种必然的这个过程中 一个态患的阶层 如果有一定的这个管道 我们是有心血进来非常重要 如果他是辞职不前的 大陆是一个威权体制 我们特别提到 他们是以人质的 非常重要是一个人质的观念 你如果这个人才是不能流动的 你没有新的血轮进来的话 你社会很可能 你在各个方面你会受到限制 人才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假设你是一个威权的 精英式的领导 这个人才对他的这个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太重要了 好在11月8号召开了18大之后 换届之后 接下来大陆就会出现新的领导人 那么要对上的是11月6号 刚出的美国总统 接下来的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呢 稍后总缘几时间我们继续点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